猫熊样式的图案贴在贪车上好可爱 这是范可卿四年前在木榨动物园里开的美食区贪车 但现在却变成这个模样 有市议员就指出动物园疑似让范可卿享有特权 让他用这些贪车来抵押几钱的费用 广告材质范可卿那个时候跟动物园合作经营不散 他欠缴了市府非常多的现金 98年元旦范可卿抢搭猫熊热潮 在动物园里开了名为团圆小站的美食摊 但经营一个月又六天之后 人气买气都不如预期 相关的费用也都没有缴纳 直到五月份正式宣告倒闭收摊 但积欠的费用却是以摊贩的物资来做抵押 让市议员质疑是不是动物园为范可卿开立特权 欠动物园的这个现金的部分全部都缴纳完毕 然后才提请要处理这个所谓食物捐赠的这个议题 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都已经 团圆员来这么已经好多年 那时候我们已经跟市政府去跟动物园解约了 不知道为什么要救世重 要有问题早就有问题了 很多年前都已经达到够市了 对此动物园表示范可卿抵押的物品 像是桌椅器材等目前都已经挪作他用 只剩下摊车还暂时放置在草丛边 面对市议员质疑 财政局也表示 积欠的租金是不能够用物品来抵押的 是不是因为名人就可以享有这种特权 看来双方恐怕得好好解释一番 年代新闻林季祥周静瑜台北采访报道 要 感谢观看